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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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裡是什麼 香港的時代廣場 等一下 你換過來有點暈子 不是 我興奮 沒想到第一次來香港 你就要帶我來時代廣場逛 太棒了 時代廣場我們是肯定不會進去的 這邊算是什麼 香港最繁榮的地方 而且來香港來到銅鑼灣 你沒有來時代廣場 你熟掉 你開玩笑 你這個說得很好 各位觀眾 你剛剛有看到 這全部都是環繞的 所謂的高樓大廈對不對 從現在開始 我們不會再看到這些東西了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 穿街弄巷的美食 我們大法路絕對不去吃 就是裝往這個小巷子走 所以你的意思說 真正好吃的 在地人 香港人 才會知道不會在這邊 當然 我們今天請來的地培 開玩笑 對不對 你等著吃東西吧你 這些高樓大廈 請大家就忘了吧 吃東西去了 香港最道地美味大國開 隱藏版上用美食隆重登場 醬龍美食第一站 三間小路登山去 人間稀少走到心慌慌 把配飲茶怎麼吃 滿桌茶點各個有名堂 這邊飲茶 這邊飲茶 什麼店 我沒喝過 我沒喝過 好想吃喔 吃飲料 忍肉沙沙包 對 這是什麼 醬龍美食第二站 牛肉汁的香味 讓我回憶同志時光 招牌在河上跳河 這個名字會不會太誇張 來 有沒有 我吃了 很冷 苦 感覺上我們熊人家 對 有沒有一個大家水 少兩個人 上到美食第三站 港式燒辣 居然有米其林一新的光芒 經典燒兒 美味的秘密就在梅子沾醬 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那個油菜 嗶嗶嗶的聲音 我跟你講它的梅子醬不一樣 對啊 有加梅子 不是 有加梅子不稀奇 它有加一... 醬龍美食第四站 廟間牛雜 讓我驚豔的 卻是柚子皮的甜爽 深滾排骨粥 綿密之外的口感 全靠花生來幫忙 那... 老闆吃掉了嘛 老闆不給綁怎麼辦呢 你現在又趁這個 再考慮就對了 醬龍美食第五站 人妻朱信儀加碼糖水電爆好康 沒想到遇上天敵 讓我拔臉丟光光 馬蹄吧 馬蹄是那個壁棋嗎 不...講髒話 有先睡著嗎 有 那這個當時注意了 看著了 來 一二三 玩在香港 愛在美食 所有愛外客們 我們一起穿街在巷洞中 尋找美惠吧 是的 我們現在人在香港 香港是台灣人 最愛旅遊地點中 排行第三名 在這個幾乎人人都去過 香港的時代 相信電視機前的你們 一定也對香港的飲食習慣了 非常的了解 但是我告訴你 今天不一樣 因為我找了一個 豪塞雷的導遊 要帶你們穿梭在香港 確實只有在地人 才知道的巷洞美食 不過找個美食 怎麼越走越偏僻啊 在這種人煙稀少的地方 真的有美食嗎 導遊在哪裡告訴導遊 哪一個導遊 哪一個 哪一個 妳導遊 妳們導遊 妳就是導遊對不對 對 請問妳為什麼 跟我約在這個地方 我一直把爺爺都一直罵 妳不覺得這邊很鄰近嗎 這邊還有呢 還有一些很好的 好吃的東西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一般人家 哪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有 人家導遊 我說真的 這個節目妳可能比較少 來接觸這個節目 隨時 就是用轉個彎 有沒有 人家說轉角遇到惡魔 有沒有 我們轉到一道美食 留阿花名又一村 就這意思 還要多久 箱子是中的妳知道嗎 對啊 前面就是 前面就是 前面就對了是不是 對啊 前面就是妳嗎 對 就是這邊 妳不是說寧靜 滿根滿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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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全部都是人潮 要死 不要… 冷靜… 人潮都做什麼 因為它好奇 真的嗎 反正我們現在姑且只能相信它 對不對 還是這麼荒山野谷 只有這間店 不是 沒有… 就算是這樣它還是生意好 如果不好吃 妳得定一下 對… 我來做 我來處理 好 我就打死妳 沒事 我給錢 妳給錢 對 那給請啊 那哪怎麼好意思 說實在的 我原本擔心在這荒山野嶺中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別說美食 連個人影都沒有 比別人說 這裡除了在地人之外 還有許多登山客 爬完山之後 會來這間茶樓吃早茶 而且因為生意太好 所以食物通常過了中午之後 就會賣完了 所以想吃只能拚速度了 不過奇怪 這不是茶樓嗎 怎麼沒有看到 常見的港式小推車上面 放的食物 客人怎麼都像無頭三人 吃的在這裡亂竄 唯一的公眾點 就是手裡拿著一盤盤的點心 這裡該不會吃 一般我們吃飲茶大家都知道 沒有想到這樣的飲茶方式更特別 它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助住的 對… 好 你看喔 這邊你喜歡的就拿好 自己有沒有 自己動作 然後你可以打開來看 這邊還有 等一下… 幫我打一個…快… 很燙 很燙 等一下 加油 快… 你看 你要拿走嗎 快點中啊 對 它就是用一種不同的模式有沒有 還分很多區域 然後記得就是自己拿 這邊還有油炸餅 這邊有春捲 對 港式的春捲 春捲 這邊… 有沒有發現 每次有在吃飲茶的時候 我們叫飲茶的時候 所以看到他們拿個剪刀 然後這樣剪 很早就想來這麼一下 春捲也是要吃 全部都是自助式的 剛下飛機 就立刻被導遊帶來這荒郊野外 本來想說可以當個假香港人 悠悠哉哉的看報紙吃個早茶 沒想到居然什麼都得自己來 Vivian還說 之所以會採用自助式的方式 是為了讓客人在打開每一個 蒸籠前 都會有那種 不知道裡面的食物的驚奇感 相對的就會對食物產生期待 真是個詐騙集團 講直白一點就是一種尋寶的概念 不過我的夥伴出行 你跑去哪裡 在這…我在這 詹姆士 你不要趁機說我壞話喔 這裡是全自助式的 所以你拿餐點我拿餐具 分工合作很剛好 而且我還學本地人 把碗筷什麼的 都用熱茶給燙過了 好了… 看這滿桌的食物開動囉 這個啊 我說真的 我拿這個我可是鼓起勇氣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在香港裡面 可能會放碧琪 沒有… 沒有碧琪對不對 沒有 沒有 所以裡面沒有碧琪對不對 沒有 也沒有香菜對不對 沒有 根本就是我們要因緣天注定 是不是 裡面是沒有碧琪 沒有香菜 真的沒有 這個補啤酒有沒有喜歡 妳很常來這邊吃嗎 對 真的喔 我過來已經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而且妳是選擇這個地方 正在妳就覺得很熟悉 對那種熟悉感 你知道為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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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過 對啊 你來過也沒關係啊 沒有在某些電視上有看過嗎 就跟黃色電視上有什麼關係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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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電影 家裡電影 什麼電影 電影 主要是 引肉殺殺包 對 尤其美 沒有覺得很熟悉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我們沒有點燥燥包 好不好 我没有点得到包 你确定我们要点叉烧包吗 这家店的腐皮卷酥酥脆脆的 厚度更是刚刚好 大部分腐皮卷的口味 都比较着重在肉馅上面 外层包裹的腐皮 大多都稍微偏薄 口感吃起来也比较松散 但是这间的腐皮卷 它的腐皮是有厚度的 所以咬下去不光是酥 还有豆皮的厚实口感 再搭配上香嫩多汁的肉馅 一口咬下去 腐皮的香味和肉馅的甜味 在嘴巴里汇合 告诉你就是猴猴梅啊 我每次吃肠粉 几乎都是吃虾仁 我也是 我没有 我很好吃 这个牛肉该不会里面有橘皮 没有 橙皮没有啊 没有 好好吃哦 难怪人家声音也好 它的腸粉是有咬近的 它连酱都好吃 不是那种很做做的甜味 那请问一下做做的甜味是 只有甜味 等一下 等一下 还有橙皮啊 因为港式很有趣的地方吃 他们在牛肉在这种蒸 这种绞肉的时候 很常里面放橙皮 我知道他们甜点 红豆沙里面也会放橙皮 所以橙皮事实上对生理是很好 唯独只有香港的广东这一代会放 台湾比较少 台湾比较少 好吃 绵密都 绵密都在很小的面 有 这个不错 这个我个人觉得 我从来没有看过 在警察店里面 它一个大笼子 打开来看 里面一堆这个东西 而且拿到时候还很烫 它都烫得受不了 这什么 就是这种个人称它什么 叫做港式的冬的米糕 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 怎么样 好美味 应该这样讲好了 台湾类似这样子的油饭 我们一般都是用骨花肉 而且我们骨花肉都是母过的 而且我们的酱色比较深 对 这个看起来白 不会以为说好像很淡 比较清淡 但是它其实味道也算重 很重 它的这个所谓的花生 虾米这些东西 其实吃的时候 台湾的花生已经到绵密了 它带了你口感 所以不一样 各有各的好处 香港的巷弄美食不是开玩笑 我们不是只有巷弄 我们都到山里面来了 真的 我的老朋友们 你们可能觉得画面看起来 有点寒酸 我只能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没有等导演就开吃了 本来想说再点一份了 没有想到它竟然卖完了 但是你们也真的不能怪我 因为这个牛肉肠粉 真的太好吃了 不愧是这间店的正店之菜 至于眼前的糯米饭 表面看起来透着油光 但是入口却不会腻 而且米粒饱满又足了入味 口感刚刚好又不黏牙 再配上香气十几的虾米 跟软棉中 带有点口感的花生 更是一大亮点 接下来这道看起来 也是好好美喔 这个 你不要看你这样子喔 它上面的酱油 可是我刚刚加的 你自己加酱油 他叫我加它 你嫌它不够重味 他說要加 但是我后来加的时候 他说我加太重也会太行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但是为什么我会加这么重呢 你看喔 它就是白色的排骨 對啊 白色的饭 但是它怎么会有味道 對不對 所以我要加下去 加这么重也是有原因的嘛 這不是史之排骨 史之排骨 對啊 史之排骨是嗎 應該是啦 光是这样就已经不得了 而且刚刚好像同时 它的排骨的软的程度 台灣的女孩吃起来 那排骨还会有点咬劲 好吗 没有 软 像什么 像滷肉瓣的肉 太狂 这是连骨头的耶 那骨头不要吃就好了嘛 你吃吃看 是吗 你吃吃看 好 吃吃 它是满Q的 很软嘛 很嫩 然後又Q 這麼多的鸟是正常的吗 正常 正常 這個不只很小 我們寵物来的在家裡的鸟 它就搭过来给你 它们谈天 谈天 鸟之间要谈天 它们这样关起来 关的房门怎么谈天 它就是 我说这个朱欣怡 你要记得 我们节目 可是优质的美食节目 这位人其实心里要冷静 话不能乱讲 这道屎椒排骨 也是这间店里 几乎是人人桌上 都会有的一道菜 排骨不但是肥瘦适中 皮花肉嫩 吃下率只有两个字 舒服 这间茶楼不愧是有40年以上的老店 店内的小点 取番烧麦 鳳爪 蝦餃 蘿蔔糕 蓮蓉包 叉烧包 该有的都有 不过只因为出租的时间不一定 所以朋友们 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太快吃饱 记得三不五时去选一下 一定可以发现更多的美味 接下来VB人说 要去找一道叫做和尚跳河的菜 这和尚干什么 好好的干嘛跳河 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且我们这是巷弄美食 这是大马路 有吗 反正是你细心看就知道 所以别的地方没有卖 只有在大马路上才有卖 很多地方都有卖吗 不是 我很小的时候 才可以喝就知道 现在没有很多地方可以喝 所以我只有故意从酒融过来去 80天 今天过来就出去一天 在这里 賓士来的喔 注意喔 是賓士喔 賓士耶 不是B&W喔 对不起 詹姆士 我都忍不住要加冰箱了啦 不过Vivian啊 说好像那种美食呢 诶 哪里有双成巴士开得进去的巷子啊 喔 Vivian说 其实这间冰室啊 是1967年开业至今 已经有48年的老店了 本来是开在宵鸡湾 后来因为房租涨价而歇业 但念旧的老板 将店面转给一个老顾客继续经营 才搬到这大马路边 菜单呢 除了香港古早味 还加入了许多创意料理 不过这和尚跳河 也太创意了吧 不是 詹姆士 他介绍的东西 里面有一口盘 可以把它捞一下 吃东西 不注意 不能讲那几个字 对不起 这个像鼻子是什么 和尚为什么跳河咧 他到底是什么饮料 香港牛肉茶的独特喝法 竟然让我尝到小时候的味道 你先喝 又信我先喝 对啊 美醉的火 不行啊 老头小喝到大 你先逼我 其实还好 米歇丽一心卦保证 评价稍而让我惊讶连连 酱料用心值得肯定 名副其实的油肌 我忍不住大喊讚啊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那个油菜嗶嗶嗶的声音 你看 可是它油肉汁的 就是这样好吃 原来这个才是老饕会吃的地方 我在香港爱在道地美食 我是个热爱当地 传统料理的爱玩客 不是詹姆斯 他介绍的东西里面有一口盘 可以把它捞一下 吃东西要注意 不能讲那几个字 对不起 这个像鼻子是什么 不是 鸭 哪一个是合上跳的 这是合上跳的 对 合上跳 你... 你倒是好好讲 为什么他叫合上跳的 对啊 这什么 因为好像是光头的 頭在里面 光头的头在里面 对 这里不是蛋吗 对 我以为是一个什么炼乳 然后有 我本来盐也是啊 是不是炼很像炼乳 也是 没有错耶 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因为蛋像一个水煮感 水锅蛋 在水... 这是甜的吗 还没甜 还没甜 所以是热开水而已 所以他只是打一个蛋 把热克水冲进去 好 那应该叫 和尚被烫到 烫成功 对 烫成功 你要加糖 是不是 这个加糖 所以我们先喝这个 加多少糖 要看你 要不要甜一点 他翻搅了一下有没有 和尚掌牌手法 是...和尚跳好不好 好 白开水 白开水加蛋白 来 好香 它不会太甜耶 温温润润的好像吃 但你会觉得它是一个 很温顺的 真的好像很苦的感觉 我跟你说很像神 像什么... 我怎么凉起来呢 像那个酒凉蛋 在这里有酒好吗 是 所以它喝起来真的很润 很润 它唯一就是跟酒凉蛋不一样 是它没有什么酒味 对 然后很温顺的感觉 但是中间这颗光头呢 过来 它有点过来 会不会腥味就出来了 会不会 妳讲得很对来 是不是 又我 好 我先干维基 好 我先干维基 干维基的什么 干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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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杯 少两个人都喝下去 对 我只能说 这就是平凡中的小无趣性啦 这河上跳河 又叫做滚水蛋 其实说穿了就是热水加蛋之后 再依个人口味加糖 而且也有人会把糖改成炼乳 成为奶水蛋 没想到简单的饮料 也有那么多的变化 Vivian说这是很古早味的饮品 不过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 现在就连香港也都很少看见了 不过喝完这个河上跳河 我比较好奇 另外一杯乌奇妈喝饮料 到底是什么 牛肉汁 牛肉汁 这是汤 不是 这是饮料 这是很普生的 很像鸡精的味道 是不是像鸡精的味道 是的 这个是保卫耳加水啊 是不是 牛肉那个保卫耳 牛肉加那个米和姜 还有姜啊 这个就很特别 我真的不骗你 它味道真的就是鸡精的味道 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保卫耳吧 什么是保卫耳 其实小时候有一种 外国进口的罐头 是牛肉精华这样 然后以前小时候 我们都身体不好 所以妈妈都会把它挖起来 放在膝盖里面 营养的东西 对... 后来她说这个牛肉 这是鸡精的 那小时候我最痛恨这个味道 你身体不好 你先喝鸡精 我强壮来的我 你强壮更要补一补 好 我很好奇 鸡精华里面喝不滑 你先喝 好 又信我先喝 對啊 每次都喝 好了 不行啊 你从小喝到大 你现在就逼我 不过说真的 我们只是把华尔放到西饭里面去 我们是没有说 所以我们把它保卫了 加了牛骨汤再加姜 牛骨 对不对 好香 其实还好 不 你知道 鸡精是没有咸味 这个就是加了很多盐的鸡精 你要讲鸡精其实有点像 很像 而且是那种四目鸡精的 深色的那种 对 就有加什么当归 穿穿 对 所以这是品的 对香港来说这是品 这是品 这个苗 没想到 在香港 竟然可以再一次喝到 小时候让我 在电视上不好说的味道 这个牛肉茶 是用英国的保卫尔 冲泡制成的 讲直白一点 就是用水稀释浓缩的牛肉精 在欧美国家 甚至会把保卫尔当作果酱 直接涂在面包上吃 只有在香港这里 会用热水冲泡直接喝 店家更贴心的加上老姜 据说这样有虚寒排斥的功用 迷远说这个牛肉茶在以前 是给孕妇产后坐月子 或是让身体较虚的人喝 这样可以很快地恢复元气 至于眼前的这道创意牛腩 我很期待 它这个面包不是我们一般 喝的浓汤的那种面包 这个是法国面包 这是圆法 这是圆法 圆法 我的个性上我会怎么样 有点头皮屑不好意思 然后里面又是奶油 对不对 然后就划起来 我个人 这看牛腩吗 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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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上来 你看还有焗烤 好 刚刚说你先吃 我先来了 好吃你就先来 不然因为手在忙 好 烫 很烫 好香 怎么样 很软 很软 重 这个重 这好吃好好吃喔 对 我觉得从刚刚的那个 驚嚇的人肉叉烧包之后到现在 你实力很高喔 好 谢谢喔 对 刚刚讲完过来说 你在大马路上面 我告诉你 那个朱欣怡完全瞧不起你 在朱欣怡 我跟你讲说 怎么可能在大马路上 有好吃的嘛 对啊 不是 一定也有好吃的 不符合主题 对 干什么 不符合主题有什么关系 好吃最重要 香港被英国殖民将近150年的时间 不管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等等 都被影响 而且在那个时期 有许多的印度人来香港工作 所以香港本地的咖喱 会使用带有印度香料的咖喱粉 这间店推翻了一般人 对香港牛腩的既定印象 和面包做结合很好 我很喜欢这种 凡走过必留下的美食痕迹 接下来Vivi又要带我们 穿街弄像 她说 来到香港有一样东西 怎么可以没吃到呢 而且这家店 还有米其林一心挂保证 肯定好吃 以前爸爸都会讲说 女儿啊 最好的一块留给你 留给你 不… 你拿去…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可以讲 我们… 先给你握握手 我们这可以当好朋友 真的吗 对 因为烧鵝里面 这一块我不是特别喜欢的 真的 太好了… 我不能跟你讲 我基本上能吃这个 烧鸭跟烧鵝 我喜欢吃的是它皮 跟肉中间那块油脂 这一块是我喜欢的 是吗 还好… 我们不讲菜 几乎是皮 真的耶 几乎是皮 然后这骨头最有特别结 好不好 对… 但这个 而且这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吃下去 它皮的油脂会这样 对 而且你看它油亮油亮的 又脆脆的 来咯 大家注意咯 你有命运吗 对不对 来 让我来搜一下… 等一下喔 一定要搜一下 不要急 慢慢来… 来搜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那个油脆 嗶嗶嗶的声音 脆皮烧鵝果然名不虚传 吃过之后才知道 什么叫做脆 梅子酱料的特殊功用 让我吃得恍然大悟 那这个酱是做什么的 真的 但何需要酱 为什么需要酱 听说是什么 听说是你吃烧鵝会上火 你刚刚才讲 不是说吃鸭才上火吗 在 就是把他们这样讲 对 我讲 我跟你讲 他这梅子酱不一样 有加梅子 不是 有加梅子不稀奇 他有加一点 深入庙街寻找巷弄小吃 第一站居然被拒绝拍摄 人气第一的排队牛杂 里面竟然尝着特殊的食材 你刚才没发现 我还以为是鸡皮 对 我们还是要讲 到底是猪的还是牛的还是谁的 老闆吃掉 他节省 节省就把这X丝丢进去 不要丢掉 直接丢进去煮汤 夹开 老闆不给饭怎么办呢 你现在又趁这个 在烧鵝就可以了 对 边吃边玩 边玩边吃 香港巷弄美食后续更精彩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那个油脆 嗶嗶嗶嗶的声音 你看 可是它油脆就是这样好吃 原来这个才是老饕会吃的地方 你吃 你怕油吗 我不怕 有没有 整个汤汁油脂 跟我这块真的不一样 阿多啰 开玩笑 是不是 那到底是你那一块 还是我这一块 好像你那一块好吃一点 那这个酱是做什么的啊 它何需要酱 为什么需要酱 听说是什么 听说是你吃烧鵝会上火 香港人讲 不是说吃鸭才上火吗 不是 就是反正他们这样讲 对 我 我跟你讲 它那梅子酱不一样 不要 有加梅子 不是 有加梅子不稀奇 它有加一点酱 老闆是不是有加一点酱 这有加姜吗 有 有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我的嘴巴很厉害 姜谁吃不出来啊 你吃... 你不是含姜说什么 姜产 是不是很姜 好啦... 都说姜产的 这样还不满意 老闆说 他们的烧鵝 會这么好吃的秘诀 就是他把烧鵝当煮烤 不但要吹风 要烧煮 光是制作的时间 得耗费两天以上 当把鵝皮的油脂烤掉之后 就会有皮酥 却不干硬的口感 至于肉的部分 软嫩而不柴 风味独树一格 这种坚实不偷懒的经营方式 我很欣赏 再来讲到店家制作酸梅醬 店家说吃鵝肉容易上火和嘴烂 不过只要沾着特製的酸梅醬 吃了不但不会上火 醬汁还能够带出鵝肉特有的清甜味 清爽又解腻 一举素得 你知道这叫什么 我最爱的啊 你叫什么 油鸡啊 那我觉得这家店 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你知道什么 你是不是要说 它的油鸡腿是黄的 不是 那你要说什么 它的中文成立文 为什么 因为叫油鸡 它看起来就真的是油鸡很油 很油 真的很油 看起来就很润很油 我今天我在台湾看到的油鸡 没有那么黄 没有 而且皮也没有那么油亮 可以 是不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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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进去有点烧心酒 它有用烧心酒 有点烧心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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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它很軟 跟台湾牛鸡肉不太一样 真的是一种 你看 塞进去你就知道 有没有 淡淡的酒味飄出来 然后皮还稍微有一点点的甜味 是烧心酒的甜吗 真的红红美啊 烧心酒的清甜 油油亮亮的鸡皮 入口即化的鸡洞 再配上鲜嫩多炙鸡肉 天哪 这怎么受得了 这间位于中环的烧鹅 靠着老一辈传承下来的美味 和第二代老板的努力经营 让许多人一世成主顾 慢慢累积成现在的店面 平常啊 一天就能买出八十只一丈的烧鹅啊 我只能说老板的倍力一定很好 不然一整天这样剁下来 怎么顶得住啊 好啦 接下来也差不多天黑了 以为这样就收工了吗 错 我还是要继续找巷弄美食 我想尝尝看啊 香港电影的人都知道 有听过廟街这么一回事 那廟街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我身后的天后古庙 是的 廟街这个地方 据我所知就是 是廟街十二少她在管理 你说错了 是红星十三妹吴君汝 喂 你们干什么 我带你们来是巷弄美食的 跟我来 对啦 我们是吃巷弄美食的 搞什么 在讲什么呢 你们的 等一下 等等 好了吧 搞错重点了吧 谁叫我身旁的这位影后 就是出了名的戏经 所以害我也忍不住 培延起来了 我们现在人在油麻地的廟街 这里我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毕竟有很多知名的电影 像是《食神》 《星不了星》 《不货宅》系列等等的 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另外我告诉你 廟街以卖平价货的夜市的文明 被誉为香港的平民夜总会 也有男人街的称号 但是除此之外 这里更是美食的集散地 所有倒地的食物 都在这里吃得到 就像接下来这一家店是 在哪里啊 就在前边啊 没有街 你说那个红红的那边吗 这一间哦 对对 我以前拍过来吃 真的很好吃吧 那走啊 走 我们去排队啊 好像很多人 赶快排来不及了 走啊 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这边不可以拍摄的 我之前沟通过 等一下 她不给你拍 这么短 那就不要拍到去看一下 不要拍 走了... 不过真的很好吃了 你试试看吧 可以耶 那不给拍 没有啊 我们常会遇到这个样子 不然这样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猜拳 速度去买吧 去买 去买没问题啊 不然我们猜拳 速度去跟老板讲说 给不给拍 不给揍你 她说的我没说啊 没有 我不是说 可是我觉得你 我跟你说 你没有觉得她刚刚的气势很好 好 就你去好不好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 我因为很丟臉啊 好啦 猜拳 速度去买 好 速度去喔 速度去啊 来 剪刀石头布 塞 抱歉 我都不知道 VV为什么要猜拳 因为不管是我输 还是她输 她都要陪她去啊 是不是 没办法 谁叫我这么败 居然输了 这间安慰在庙街的牛舌店啊 从1968年就开始营业了 虽然是在小校闹里 但其实不难找耶 只要在庙街闲晃闲晃 看见很多人人手一合 再看见满满的人潮 加上红通通的招牌 就是这间店准没错啦 越晚人潮越多喔 嘿嘿 食物到手啦 接下来当然就是可以吃咯 怎么样... 还可以吗 我告诉你 它那个汤味 其实长得很像台湾的什么 滷味汤跟麻辣汤的那种汤味 先试试看 这个是甜酱 芥末酱跟辣酱 这是什么 牛皮 猪皮喔 油皮 油皮是什么 就猪的皮吗 油 是油脂的油 但是什么是猪还是牛还是 油 魷鱼 什么油 牛是 我们知道是油皮 但是有猪的油皮还是 油皮 什么 Vivian 你再说清楚一点 这到底是什么皮 猪皮 牛皮 还是鱿鱼皮 我都搞混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这次你可要好好说喔 幼脂的幼 幼脂 水果的幼脂 对 幼脂 幼脂 还是幼脂 那幼脂跟他一起焖牛脂 我们都没发现 我还以为是猪皮 对 我们还一直要讲 到底是猪的还是牛的 还是谁的 是柚子 那既然柚子比在这边 那柚子呢 老板吃掉了嘛 吃掉了 拿掉了 老板吃掉 他节省 节省是把柚皮丢进去 不要丢掉 直接丢进去煮汤 妳刚刚是有跟他泡过咖啡 有聊过天就對了 我吃 夹猜 这个东西是要讲话负责任的 真的吗 老板不给仿怎么办呢 妳现在又趁这个再挑战就對了 牛脂美味无懈可击 害我不小心破坏形象 桌谷粥的绵密口感 让我寒风中 站在路边吃也愿意 所以我们直接拿了这碗粥 在路边 那为什么香港粥都要加一些花生 我不是很明白 妳这问得很好 可是妳要记住第一次 我不是香港 你为什么不问他呢 为什么 有点咬口 安舔干净 你可以说要舔干净吗 什么 这个猪骨很幸福 因为我把它舔干净 辞行加码像弄糖水 招牌莲子一定不能错过喔 甜点里到底藏着什么 竟然让老曾摔一汤匙 马蹄是那个壁食吗 不是... 讲脏话 它很甜耶 酒脏话 它是甜 没有... 爱吃爱玩的爱玩客们 一起来体验香港夜晚美食吧 老闆不给访怎么办呢 你现在又趁这个再抱怨就对了 真的 你这一段路就再被好玩 非常不讨喜 又硬我 你要小心 我告诉你 老曾 你真的很过分耶 请不要一直欺负我好不好 不跟你计较了 我先来介绍这间妙街的牛杂 它卖的东西啊 除了一些牛的五脏六腑之外 也有猪肠 猪血 鱼蛋 萝卜等等 但其中最特别的 就是刚刚吃的柚子皮喔 乍看之下很像是猪皮耶 但咬下去啊 不是猪皮的Q劲 而是软嫩的口感 卤汁的香味中 飘着柚子的清香 真的妙啦 没想到柚子皮 在香港还能摇身 一变成为美食耶 我刚刚吃到 我觉得味道非常够 你吃吧 真的 真的 我觉得非常好吃 而且 大肠头 真的 它的好好吃啊 又Q又入味 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啦 我们台湾人喔 最吃这个所谓的大肠 我们就不是随随便便吃 真的 舉凡大肠料理有很多啊 是不是 所以它说洗不干净 中间有一点那种 食味 我这时候 你这段真的录得很好吃 中间有一点点 怎么样 你说 腥味 哪一个腥 腥味 对 就不太好 對不對 它不属于是什么 那种软棉的 它脆度还在 是不是 但是就惊喜的状况来说的话 个人我觉得 台湾才会好一点点 你的意思是 它屎没有处理干净 是不是 点头摇头 两种选择 不好说 这一摊它不让我们拍 不过没有关系 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把它好吃的介绍 这一摊是妙街 真正属于什么 巷弄美食台 你告诉我 这巷子又很大吗 没有 对不对 不大 你就在这边哪一条地址 我也不知道 你就逛这个妙街 那个热闹的地方逛 逛逛逛逛 那边一看 那边写个什么 妙街牛舌 牛杂的意思 然后下面写个1968 不好意思 就是我生日那一年吧 这段就不讨喜了 又要让大家知道 你多大的生意 有没有 无所畏 不是啦 我是想说 让大家知道年份 这样来的时候 比较不会找错间 说实在的 妙街跟我想的 完全不一样 一开始 VVN说要带我们来妙街 吃东西 我还小鼻子小眼睛想说 有没有搞错啊 结果没想到 这里每一间餐厅都客满 而且除了客满之外 还大排长喔 看来这里的美食实力 很坚强喔 VVN 我们刚刚已经站着吃了嘛 他不给拍 这家不给拍吗 不接近可以拍 不过太好生意了 所以我们就站着去 没有胃啊 所以我们只能拿着 这一碗粥在路边 那边 试试看 显然啊 你不晓得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传统 我们很常识站着吃 我觉得站着吃我没关系 我只是好奇是 这个 这天天只卖粥吗 不只是卖健康的 冬天吗 今天我们三个人 就这样喝一碗粥 也没有有点配菜 不要讨论 我问你一件事情 你刚刚说这粥有什么特别 我看不出来 粥跟稀饭 我们都以为是一样的东西 其实不一样 稀饭是看得到饭里 粥是看不到饭里 你看它几乎都已经熬得差不多了 都已经熬饭了 很像香港的粥都是这样 是不是 熬得米粒都已经散了 甜度很不错 很甜 你可能不晓得 香港粥是什么 香港粥就先熬一个粥 粥底 对 不就是米跟水 就是白粥底 对 然后再把东西加进去 再滚那个粥 所以它就生粥 要加什么粥 就再加什么粥 对... 为什么香港粥 都要加一些花生 我不是很明白啊 你这问得很好 可是你要记住一个事情 我不是香港 你为什么不问它呢 为什么 有点咬口 这什么粥 猪骨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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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有猪骨耶 你看 它的骨头是 真的还满骨头 就是没有什么肉块的那种 我来玩 我们就想排骨粥 你咬干净了 你咬干净了 这个猪骨很幸福 因为我把它舔干净了 由此可知啊 我是一个勤俭持家的贤妻娘母 连骨头都吃得干干净净 这间店啊 其实是间大排档 但是在大排档 只是粥好像听起来有点怪耶 错 这里几乎啄啄都有碗猪骨粥 你们要知道这间店的猪骨粥啊 不但把大骨骨髓的甜味 都煮出来了 连米粒都滚化到成浓汤了 再加上煮到软爛的花生 吃下去真的是太温暖了 接下来啊 这间是我个人加码的甜品 虽然老詹你不爱吃甜食 但我很爱喔 下一站甜点 我跟你讲 我很爱吃甜点的 所以我特地请Vivian 带我们到一家潮州糖水 潮州糖水跟一般香港糖水 全部不同 潮州糖水比较多材料 每一边材料的意思是 裡面东西很多样子耶 你喜不喜歡吃甜的 老老天啊 你说这家是 你鬼话带你来 不是你自己以前来过就对了 不是以前来过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以前来过 我对你景仰 不必... 是不是 对... 试一下 所以你认识什么呢 我告诉你 我这个叫莲子百合姜薯 什么叫姜薯 生姜的姜 番薯 番薯 番薯煮姜水 对... 而且它这家莲子是最出名的 真的 他带你来 你又很清楚了 我看到上面的报导了 没有人这样 来这边看上面报导说 他现在很出名 他们说的 我看到好多报导 他们都讲说 这一家的莲子是最好吃的 真的 我想吃看到底多好吃 你知道莲子是什么意思 是年生贵子的意思 年生贵子的意思 如果结婚一定又是的 对 真的... 因为以前人结婚 我听我外婆他们说的时候 以前人结婚的时候 一定要有问甜品 甜品里面就是红枣 做莲子 因为枣生贵子 是不是 这是有枝有量有多文 味道要怎么样 我告诉你 它的莲子绵密又入味 真的是绵密好吃 那个脆脆是什么东西 百合 你就这个细细的片里面 就是薯了 不是 这是山药 老闆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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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外山 外山 不是 就是山药 但是不是 但是类似的那些 很像牌子的东西 很像牌子的东西 一条 一条一条一条 一条长的 有毛毛 对 山药 真像大白 原来就是山药 但管它是什么 好吃就好 这间店位于九龙城 目前已经开业五十年了 营业时间从下午开始到凌晨一点 所以吃完饭 或者是夜半肚子饿的时候 都很适合来这里吃碗甜汤 店内举繁金汁的炖糖水 补血的紫米粥 养颜美容的木耳汤等等都有 但不管你怎么点怎么配 总之啊 就是千万别放过莲子 这里的莲子啊 住得非常绵密入味 甜而不腻啊 大家都知道莲子的功用很多 但对我而言 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养颜美容 但接下来这个甜品 居然是珊姆斯的最大天敌 不过是个甜点耶 有这么夸张吗 蛋花汤加小米 马蹄沙 马蹄 马蹄是那个壁琴吗 不...你讲髒话 马蹄沙什么 马蹄 马蹄啊 你要问我 我不知道 马蹄不就是那个 它会醉吗 它会脆脆的吗 就是有一点缺的 对 白色就是马蹄沙 还有艺人 对 还有艺人耶 代艺人 绿豆沙的绿豆 对 有脆脆的吗 有 而且是很细小的脆粒 很细小 真的很细小 很细小脆粒是不是 很细小的 你确定 好 那这个汤匙注意了 看着了 來 1 2 3 我的天敌竟然出现在糖水里 能不能克服这一关 就请你们给我勇气吧 你试试看马蹄 因为马蹄溜很脆 这里 这里 很脆 你试试看就知道有多脆了 真的假的脆 加上马蹄的脆 这是你觉得无法体会的 对 讲你要对观众讲 你给我讲干嘛 我觉得你有攻击性 别吃 别玩 别玩 别吃 像那种美食攻略秘技 通通不常识 大放松 有脆脆的吗 有 而且是很细小的脆粒 很细小 真的很细小 很细小脆粒是不是 很细小 你确定 我非常确定 好 那这个汤匙注意了 看着了 來 1 2 3 你不喜欢脆脆的是不是 沒關係 我吃你 好喜欢脆脆 有多脆就有多脆 来 说得很好 来 你吃 我爱喔 好 既然它就这样 我就依大家要求 好不好 我就吃一口给大家看 那它明明吃到 不一定会吃得到很可能啊 一定有 你不要骗我 真的 真的 我没骗你 我不一定没口吃得到 再免 才会哪一口吃得到 它很甜耶 太脆脆了 它是甜 没有... 不是老的 是酱的 没有 旁边 不是耶 没有人这样吃的 它这个很甜的 那东西是什么 很甜 那是糖吧 那是马蹄 那是马蹄 马蹄的自然甜 要你试试看马蹄 因为马蹄溜很脆 这里...很脆 你试试看就知道有多脆了 炒了是不是 我吃了 没关系啦 我吃了 没关系啦 没关系 我这个人啊 就是不在乎形象 形象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我的老朋友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甜蹄 只是那么巧 我的甜蹄 就是这个碗里面的蹄器 但我必须要说 这间店的糖水 让我这个不爱吃甜点的人 都可以一口接一口 接着 就让我把这碗 辅足莲子绿豆边 马蹄沙的口感 交给朱欣怡小姐来讲解 仔细听了 好 我告诉你 它腐皮加上绿豆沙 那个绵密的口感 你不懂的 再加上绵密中 又带有一仁的 你有沒有看到 一仁一这么大块的 加上马蹄的脆 这是你觉得无法体会的 对 讲 你要对观众讲对我讲 看 我就一定有攻击性 没有... 我就是希望你能体会 有啦 希望你能体会 我能够体会 所以来香港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夏天的时候来 可能会吃一些什么 海鱼捞椰 或是什么东西 冬天来 正好吃些热热的东西 对 不管外面它几度 听说今天马上十四步 对不对 对不对 吃完 我们就大吃播出去 对... 穿少一点出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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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